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粉紅 歡迎收看我們的 AX Fiber Evo 方舟計劃生存 焦土 DLC 今天的話我們要來再一次的驗證說怎麼抓龍蛋 偷龍蛋以及捕捉雌性飛龍 然後拿龍奶 那首先呢我現在已經在龍蛋的巢穴附近 那我要先直接建造一個基地 所以我們得直接來一個霸機建造基地 基地的話你要放一個發電機 所以說你的房子要兩層高 兩層高 然後你要方便進來 所以我已經把自己死發現毒死了不過算了 然後我們再改門 然後再來就是放上來 然後再來這邊會非常的炎熱所以你要最好要快一點 或是你搞定 忘記拿油了 看啦忘記拿油了 我插頭插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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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難過 我插頭插頭放了比較偏僻之外 我的油還忘帶 真的很尷尬你知道嗎 因為我子彈也忘記拿 所以我要先來這邊先 回到我們基地 來借點 東西 可以去另外一個地方 我剛剛有在建 幫我建造基地 那邊也可以借點子彈 不會就算了 好再借點油 多太多油 那的話 蓋一點 好 好 那應該就夠了 然後我們再 再做一條線跟 做一條線跟 插頭 提防萬一 這倒是你的發電器是備用啊 不過我覺得發電機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發電器造的那個位置 其實算OK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蠻偏遠的 不過我覺得其實蠻偏遠的 就這樣的話我們直接要來 先把基地給造好 這樣的話我們等一下要下去偷 龍蛋或是把龍影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有個安全的地方可以逃脫 因為他其實飛行寵被鎖 那個移動速度之後 我想來想方法應該這樣可行 不過我其實覺得我只能當匪物 我難過 好在這邊我們先偷偷 來發 這個應該就可以了 好我們可以在這邊 我們只有四個砲塔 要注意到就是說 砲塔子彈夠嗎 砲塔子彈夠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開始 砲塔子彈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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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炲塔子彈夠 砲塔子彈夠 來一下 馬上就來一隻飛龍 因為我穿的是整套的裝備 所以不太 不太有問題 然後就倒了一些東西 OK好 我搞定之後我們這邊就 可以就直接去拿龍蛋 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直接下去 然後把一堆龍引上來 那我鎖定是這個巢穴 欸就是這個巢穴 我要把所有的龍龍引上來 好趕快逃跑 那他處理的問題 OK搞定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真正下去拿龍蛋 飛下去 喔對 有點問題 有問題快走 我們不能被他抓到 得先上來 幫他攻幹我們 又沒問題了 喔有問題有問題 毒飛龍跟雷飛龍都一起來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直接筆直的回到基地 讓他們出一個問題 一隻 兩隻 OK好我們可以直接下去了 這個是火龍的龍蛋 我沒有什麼時間拿他就趕快直接走了 不管他等級高不高或低不低 因為我們會引起公分 而且我們會引起非常強大的公分 這隻或你的飛行蟲血比較高一點 這樣子的話我們才能在這地圖上繞來繞去 受影響 喔一隻 喔被噴到被噴到 除非有毒彈倒是沒什麼問題 100速也可以搞定大家的問題 那你會旋轉 OK 大概就這樣子 這個人 沒有開到那個 關掉了 應該是在抗性的關係 OK 在所有的龍解決之前我們就 OK 就這樣就解決了 應該吧 飛上去看看有沒有問題 走 對 這是這拿龍蛋的其中一環 那我們現在拿完龍蛋之後 我們不是需要龍奶之類的東西嗎 我是 石油 我們在需要拿龍奶 我們就必須要先找到一隻單獨的磁性生物 這樣我們都可以直接補充龍奶 然後 注意的是要抓龍奶的話 你必須不能再依靠 抓龍陷阱 因為你只有一百數 你要依靠的是一個非常強大的bug 也不算是bug 算是AI上的錯誤 類的 maybe 我們再找到一隻單獨 先找到一隻狗 一直通過 再用到一隻狗 先找到一隻狗 像我所說的我們不能依靠那個陷阱 因為他們沒辦法去卡再再去卡住他們 因為我沒有那個美國時間可以卡住他們 好那容許我把他們幹掉 雷電屬性不打雷電屬性 你就跟著我吧小可愛 小可愛之後我們得先找到一隻邊緣無阻的小可愛 我們會從這邊像是這個地方來多龍奶的動作 當然你也需要就是你要一個非常好的運 喔下來 再下去一點 喔他們在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那你要記得你的麻醉箭矢比較強勁一點 不然的話你會後悔一輩子 我可以拿雄心菲龍來示範大概就像這樣子 OK 不知道你們開的狀態無險 沒有感覺 沒打到喔 喔然後我們來加馬五 剛剛那隻飛龍就像這樣子卡著 這是我們最好的機會 你要就是這樣子趁這個機會 然後來射擊他 對阿會很神奇 不過 有這個方法 阿 燙 燙 燙 他們生氣了我錯了對不起 我還是用滅龍陷阱好了 大哥對不起我錯了好嗎 因為他有些地方卡在牆壁那邊 就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需要就是正式就是那種 已經卡死的龍 卡在尋來邊之類的 還是我們需要那種 已經卡好的龍 然後他會被你贏 看是沒有 我們來找找尋找一下這樣子 不會 找我們需要的龍 我來找找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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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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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看到了一直卡住了 還沒還給龍蛋 拿去 拿去 他發現了他發現了 他發現了 這麼麻煩 鳥 不在這位置不好 哈囉 找一個好了卡點 放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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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對他在剃 放一路 好 好 好 硬幹 阿 歹啦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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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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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像這樣 可是我覺得硬幹 你要裝夠硬血過後才可以這樣子玩 或者是你速度跟血要夠 加油 這次我做的啦 總結一下因為我其實發覺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角色人物破 我現在多少我現在速度有400 大概其實你點到300的時候就可以跑很快 那麼這個時候你只要做陷阱在 他現在龍在那附近的時候你做陷阱只要跑到這裡面來 龍就會跟進來那大概是我發現一個方法不過我今天只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最好是用沙龍把龍全部清場清控方式來拿龍蛋比較安全如果沒有這個支援的話我建議你還是練一堆很強的 然後都在挑戰或是去文件我們有看過官方服有下載風神翼龍之類東西來 註一下 然後在之前可能還有一些無始異龍沒有點過的 那這些都是一些辦法不過我的方法比較 爛吧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很爛 但是我已經今天跟大家講 怎麼大概怎麼爪微想很久 那麼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為止了那下一次的話我們就要直接去打boss 好我是神光我們下回再見囉拜拜